指挥中心14号公布新增本土确诊185例 其中以新北市98例为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42例 桃园市10例 陈时中表示本土疫情趋于平缓 解离确诊人数达52.2% 但仍不可松懈 整个确诊的病例看起来这几天是比较平稳 整体不管我们从这个发病日来看 它从拆检这来看 确实这些都有是有往下的一个趋势 疫情爆发以来 从5月11号到6月12号 累计个案11547确诊人中 已有5802人解除隔离 在整体医疗量能的供应上减轻许多 整体在医疗的供应 或者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集中检疫 或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这样的一个量能也因为有隔离的 就解隔离的人比较多 这个压力也变得比较小 至于针对抗剂生虫药物 以为菌素是否能当作治疗药物 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纯则表示不建议 在国外某些国家确实有一些民众就是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讯息 就觉得自己去买这些药物来服用 那结果反而是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出现了一些副作用 而外媒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未来可能拒绝审查和处理任何有关新冠疫苗 针对紧急授权的请求 这是否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国产疫苗 那至于国产的疫苗或其他的疫苗 现在WHO也积极在推动免疫 疫苗免疫桥接计划 为因应疫情的快速变化 陈氏中已公布 从6月12号起针对疫苗接种状况 采取不同的防疫措施 从7月1日起会再强化机组人员的检疫 还没有接种疫苗及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 且未满两周的机组人员 在入境疫情第三级地区时 需要7天居家检疫 以及7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确保国籍航空机组员的职场健康 原市新闻金亮 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